好,我是魏海老 现在咱们来到今天给大家拍的就是恒大原来最早知情的那个样本尖 这是三楼,一般是三平的,四是两厅两卫的 这个栅栏过去就是海边 这恒大海上地景一般的都知道,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离万达也非常近 一会儿我带大家到楼上 你看大家可以看啊,因为它是样本尖,肯定选到最好的一个位置 前边你看这楼间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楼间距非常非常快 一会儿我带大家到楼上再给大家拍一拍它这个样本尖的这个户型 这是最早之前的恒大的一个样本尖,现在不用了 现在我带大家到样本尖去看一下 现在咱们来到楼上了,这个是一个一百五十三平的,四是两厅两卫 我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户型图吧 这一个入户门,一进来餐厅,北厢的厨房,南厢的客厅 这是四室两厅两卫的 卧室,卧室,这主卧呢是带卫生间的 北厢有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 北厢的一个卧室,里面带个厨房 而且厨房呢这边还单独的还有一个小阳台 大家可以看见厨房那边单独有一个小阳台 现在呢我进里边给大家再拍一拍它里边的 这是入户门 一进来这边是一个小餐厅 右手边呢就是它这个厨房 它这个房子是精装修的 可以拎包入住的 这个是全民通透 精装修拎包入住的 这边是厨房单独 还带了一个小储物间 对面就是原来的恒大收入处 出来呢这是南向的一个客厅 就是餐厅客厅 南向一个阳台 这个房子呢就是动静分离 这客厅啊跟这个里边往里边走呢就是存存的居住区 这边是一个北向的一个卫生间 里边北向的一个北向的一个次卧 南向的次卧呢是带飘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南向的次卧带飘窗的 这屋里边啊所有的就是像这个 这个这个房子这个东西都是带着的 这边是一个小书房 可以家里人口多的话完全可以做一个塔塔米做成一个小卧室 这是南向的一个主卧 主卧呢是主卧带飘窗 带飘窗啊有个卫生间 这个房子就是说动静分离吧 这个房原来是这个恒大的一个样本间啊 这个是恒大原来的样本间啊 包括前边还有一位阳台 一个大阳台 现在就是没人打理了造的比较脏 这个样本间你看它的位置比较好 下面就是因为这个是样本间嘛 它空这个前面那个楼间距啊非常非常快 下面就是一个小区里边的一个小公园 你看这个楼间距大家能看出来哈 这个在相机里边应该也能看出来 这个户型真是非常好 153平40两厅两位的 这就是原来很大的样本件这个是 这里边 我感觉它这就是里边这个这个主卧还是还比较不错 这个主卧包括你看 你看带个带个飘窗啊 里边带着一个 躺在床上可以直接看见下边的一个小这个公园 这关键是这个这个房子楼间距啊特别宽 这个房子哎呀这打理没人打理 这是之前样本间嘛 现在已经就没人打理了 造的非常脏 要不这个房子真是非常非常不错 恒大这个房子呢就是说地理位置啊 在威海这边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现在这都是现房了 而这个房子也是之前那些文件 周边的配套像万达呀下边的商铺 现在下面下面我刚才又来了 下边商铺都已经 好多商铺都已经开了 而且离万达非常近 到京区和这个到这个环区市里里面 老城区里面也都非常近 它是在中间位置 一路之隔呢就是这个海边公园 这个这个从环境啊 从这个周边配套啊 这个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先今天这个房子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我是威海老板